5、4、3、2、1 113年全国新著名剑行即将年华会 4月13号在基隆朝静公园举行 参加剑行的民众早上8点半从碧沙鱼港海工号前广场报到集合 剑走路线从碧沙鱼港到朝静公园 让民众参加剑行也欣赏基隆的海景 由壮阔的山景徐徐海风与浪潮交织出一幅山水画 代表教育部体育署 首先我要非常谢谢我们县市联络会郑景州政会长 连续6年办理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希望我们推动全民运动 让我们的国民都能够健健康康 运动久久 健康久 那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 教育部体育署就会继续的来支持 我们一起共同来努力 我们期待这个活动能够每年月办越大 我们这个活动是从 你说我们主义当全民主乡开始办 6年月办人有越多 包括我们今天在旁边的 印尼 菲律宾的一共都来参加 而且我们今天每时一共有32摊 包括泰国 缅甸 印尼 菲律宾 越南 很多卖的都是我们嫁到台湾的 我们的新住民的我们自己的 跟你儿一样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主义大力支持 从我们的1000人开始地界 到今天有3000多人 也谢谢谢国良小爱爸爸 我们一党同主义大力支持 让我们这个活动越办越成功 人口越多 多运动 身体会健康 在建走的终点朝静公园 有新住民朋友设立的摊位 提供各式家乡特色料理 欢迎参加活动的市民朋友来品尝 多元的文化发展与包容性 让基隆友爱城市不只是口号 结合建走与美食摊位的活动 让参与民众的身心灵都得到了满足 我们今天带东姓李 喜欢运动的李宁过来 大概有五六十个 非常好啊 而且已经延续很多年了 我们每一年都很支持 风和日丽 非常的舒服 又可以看海景 好山 好水 好美丽 好好玩 这个是云南的特色小吃 碗豆凉粉 对对对 这个是因为这样 因为台湾我看到很少人 有人做这个碗豆粉 所以今天来做了一下 就是给台湾人品尝一下 就是大陆那个云南的特色小吃 很不错 对 下次还会再带小朋友 大家要带他姐姐过来 没有完全走 有时候要人家爸 有时候他会自己走 我们在台前请 来 我们同志委议长的 总讲者是 1197号 1197怎么亮 1197 很不可思议 对对对 今天和姐姐们一起来 健走 然后吃美食 这样子 刚好今天天气也很不错 对 因为我家住在秦伦五附近 我就会骑脚踏车去逛秦伦五 中华民国县市体育会联合总会 为了鼓励民众运动 在基隆市长 立委 议员与相关单位的共同支持下 赞助抽奖的奖品脚踏车 让民众快乐参加健走 品尝异国美食料理之后 最后由大会抽出了幸运儿 再把脚踏车骑回家 记者丁克宇 张志佳 接网报导